有了要向水保地市可以行为活动行外的理想 农业报农村发展和水透保持数台湾分数来推动水保到有定金台湾共和计划 今年跟上林国社合作 将回到家的老汇本国社的专件报告国社的行程 支付也要去的合作 将水保到有地市送你去国社 有了要向水保地市成立在活动的行程 农业报农村发展和水透保持数台湾分数 推动水保教育扎跟台湾共和计划 今年农村水保室台湾分数 特别跟上海上林国社合作 将回家的陆回本国社的专件报告国社现场 当初的报的方案上都去的合同的主意 不如先行图立国社当中 上林国社全校出现虽然没有到百人 不过政府跟上海外合作 将水保到有地市的参加国社 那透过水保教育能够结合在学校里面 因为双溪区它是一个农业的地方 那农业发展的部分的话 最适合来做水保的部分 然后也结合我们现在环境教育跟SDGS 让有去发展能够让孩子生根在孩子的里面 以后幼儿园的也可以出来 也可以来这里看书 可以在草地看书很舒服 可以跟同学一起讨论 对 从来台北施地水保温度加热 它做以共同委义生的投资专轨 提供水保育出版这款 会不能够得定一定的教育 全温充医以及互动核心地鞋 会跟那全分丁建 环境到有当中 和温度加热的行为核心 不会用水保管理 以及环境到有放地 我们双心孩子如果了解 跟上年孩子了解之后 他要带回家里去 因为让整个家里跟环境的部分融合在一起 所以透过教育 透过阅读 然后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部分 我想也很感谢商周 跟水保属于经费的益助 水保保齐数台北分数 透过浩度加热的建议 让各个学生可以在水保地市 希望未来可以结合到各个学生 因为水保的环境到有的股点 和水保地市会让行为核动生活的理想 接着陈玉为彩虹报道